蔡英文就不想要回答 更何況他之前這個兇了習近平之後 感覺上好像綠營就回籠了 連獨派四大佬修理他 他都可以這樣子談笑用兵 輕鬆過關 所以對蔡英文來講 我覺得他現在還在爽吧 還在嗨吧 還在覺得說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是把他從加護病房 可以不用再裝葉克膜的一個重要的 神丹妙藥 但我覺得雖然蔡英文 現在是過關了 那當然過關不只是這個因素 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包括賴清德 他也沒有這樣子的guts 要去挑戰他 你說他連任選舉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他現在只要過關 一件事情 不是連任而已 是確定民進黨 會繼續提名他這件事情 確定是代表綠營 繼續問鼎連任這件事情 那其中當然中生代 已經選擇橫向連結 然後推卓榮泰選下黨主席 全力的支持蔡英文連任 而且公開表態數次都說 蔡英文是最適合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連任 這使得蔡英文當下的政治危機 已經解除了 所以他現在不需要去面對這個東西 但我就說 我覺得他這個民調上來是屋頂 是有屋頂的 換句話說 他不可能靠這個議題 一直操作到二零二零大選 還護送他過關 這是不可能的 那大家都知道你今天蔡英文做這樣子的一個 不承認九二共識的過程當中使得臺灣作困酬成 西南向也毫無成績啊 你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路 來取代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跟臺灣之間的 這個經濟的依存度太高了 所以你這樣子做 事實上所有臺灣人都有明顯的感受 就是很困難生活上很困難 經濟上很困難 所以韓國瑜 他其實完全沒有迴避九二共識 當然他的選舉是要拼經濟 不要拼政治 他並沒有高舉九二共識的大牌 所以大齊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過度的判讀 韓國瑜的高票當選 就等於說兩岸就是要走統一的路線 這就推太快了